因为您这一晕 家里人也知道了是吧 知道了 我妹妹来了 我外人女来了 让她写出来 你都欠谁的 你都什么时候借的 欠多少钱 让她写 写写 写还在这写出来了 写出来了 我外人女就给她弄出一表 就跟她手机上呢 在亲戚的帮助下 高阿姨对儿子的欠款进行了统计 这一算 就算出来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多少钱 当然 带个银行 带个机构的那小贷款 140万 我都不知道什么好了 我都傻眼了 我都傻了 我到现在我还做梦子呢 我到现在我还做梦子似的呢 我不相信她能接140万 一会儿能 我说你到底干什么 干嘛好好说 我就玩游戏机了 我说你玩游戏机 就玩这些钱 我真是 我这好几个月半年了 我没有摊过 我就天天过 你觉得是去打游戏机了吗 我也我不信 您不信是不是 对我不信 为什么 她这里有阴谋 阴谋 高阿姨何出此言呢 她是否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呢 我不是让我儿媳妇给帮着还账吗 我儿子把工作都给塌了 结果她没给她还 一直就没给她还 所以我就怀疑这钱都上哪去了 儿媳妇也拿不出钱来 对 她也拿不出钱 她说是没钱 还是这钱不能来还账 她说没钱 我说你哪不说的你跟你亲亲帮着借两万三万 说不用你还 咱们那儿仨还 她说我没地儿借 一点忙都不 而且也不问 石中大跟我说完这事 一下子就不问了 不管了是吗 就不管了 那儿咋也不说话 我就只是怀疑 我也没有证据 你就是觉得 有点不可思议突然这一百多万 对对对 您现在这第三次知道了这个钱之后您帮儿子还吗 帮了八十多万了 八十多万 对 它还有一部分 那这八十万您拿什么还的呀 是我们那个财钱款的钱 我留着的 我都给他们俩也都规划好了 我也给我孙女也规划好了 买了房子以后就剩了八十多万 我说这八十多万呢 我说我老了以后 养老 我这意味就是养老 但是他又有孩子 他们俩是挣不了多少钱 我想帮上他把这孩子再养大了 说这孩子要有企业上大学呢 我就拿出这一部分钱 弄了孩子 我也跟我儿子说了 这笔钱 妈不是说自个儿非得要养老 我说有我这两千多块钱 我也差不多 我也够 我没了以后 你们俩是靠这俩房子 你也甭指着孩子 我说我也不是我独村 您本来这八十万 想自己看病养老 包括将来孙女的钱 您都留着 对 我真是这么想 现在全还了 但是也没还完 就是孩子又没有什么办法 他们又没有说什么方案 也不跟我说 也不上网头去 我一还完诈 日帮走了 日走了 一还完诈 走了 一还诈 走了 我一 我要有事赶紧叫他 那就是对生涯这几十万 他们打算怎么办 也没有说法 没有 我想的是呢 我跟我儿子说了 我是这样的 租出一道房子去 但是他妈还 接着来 接着来 接着走 接着来 我说这样是租房子了 他妈就先别来了 她说什么 那那孩子怎么办呀 我现在我这身体 根本瞧不了孩子 我真看不了 我这眼睛都看不清了 我怎么能哄孩子呀 她说那要是不能哄孩子 您说怎么办 她说我说怎么办 我说那我不管 你把我这成这样了 我说要不我还能看孩子 能给你看孩子 这让我看不了了 我说这样一声 那就让他先让他妈那儿 所以你就想让这个儿媳 可以先带着孩子 上妈妈那边去 然后把这个房子租出去 先还账 所以他们这个方案同意吗 我说同意 但是媳妇同意同意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能老 我叫他们呀 我老 我一有事赶紧叫他们 赶紧叫他们 一会儿 我也烦了 我说那你爱咱们咱们了 我们下单的房子 我们下单的房子 就把我外形 打开